你回去再照我說的方式做好不好 我現在重新打工具 水要不要再加一些 你回去不是會用那個嗎 就是 你燒的自來水啊 對啊 啊你回去 對你講到重點 你回去呢就是 麻煩你那個水桶的水 你這魚帶就這樣泡下去 泡20分鐘之後 魚帶就可以割開 割開就讓魚油進去 然後你那水草就是直接丟在水桶裡 然後明天他要去上班的時候 就也是一樣拿魚帶 把魚包起來 然後在魚帶裡面丟幾個水草 然後帶去上班的地方 我還在加水草 對啊那個水草就是 你移動的時候的氧氣來源啊 你不加點水草 所以我要弄一個水盆對不對 對 那個水桶會比較好 水盆也可以啦 一般都是水桶 他已經死掉了 我就拿走 他空氣不足了對不對 對氧氣不足 因為你應該是 昨天買回去帶子都沒拆 就一直放著嘛 對 像這個已經死掉了 我就拿起來 生命很可貴要讓他們活下 他就已經死掉了 那一盒沒有死是不是 這些都還活著 太可愛了 太珍貴了 他就直接死掉了 直接就拿出來 好 所以另外那一桶沒有換水 是因為沒有死掉的 對 你孔雀魚還沒死掉 他還沒死掉 我就沒拿起來 那等一下孔雀魚 可以跟這個兩個 可以放在一起嗎 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的魚的 魚的魚性跟屬性是ok的 小朋友你們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們那麼有興趣的觀察魚 觀察魚的生態嗎 你們老師指派我要來幫魚加水加空氣 生命這麼可貴 還有你們為什麼那麼喜歡觀察那個花呢 為什麼那麼喜歡畫畫畫畫 還有昆蟲 還有昆蟲 畫花 你們老師還到建國花市買花 這個太好了 不過太好了 也許你們下次對恐龍有興趣 大概就不會叫我去抓一隻恐龍給你們研究了 對不對 他太好了 ok 那謝謝這個老闆 幫我們加氧氣加還有換水 當然還要再買水槽 他們才可以活下來 這個生命寶貴的一刻 對了 你們要告訴我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觀察魚 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畫畫 為什麼那麼喜歡畫花 而且很多人都畫得很好 你們那麼喜歡畫畫畫 所以 中文字幕——YK